以往在夏天時不少遊客來到白沙灣都會往海邊去玩水 不過北關處在今年發現在林山鼻的後山有一條偏僻的小徑 而裡頭有一座以天然雨水所形成的小池塘 而由於這裡的位置剛好處於林山鼻的高點 加上湖水景色優美因此在今年也開闢了一條景觀步道 並且在今年8月就已經完工讓遊客使用 我們管理處在今年7月的時候在白沙灣停車場後面完成了一條新的步道 其實這個是我們林山鼻綠色休閒園區的一條步道 那因為我們在探勘的時候發現這邊有一個非常寧靜的一個池塘 那因為它沒有其他的水源注入 所以它有時候因為乾旱的時候就因為乾咳 所以我們同時都暱稱它為神秘湖 雖然沒有任何的啟用儀式就是要為這條步道增添幾分神秘感 因此也為這個湖泊命名為神秘湖 而北觀處也以部落客的方式來為這條步道宣傳 步道除了將原本的道路整理之後鋪上公自行車行駛 以及遊客步行的設施之外 走上山頭更可以遠眺整個白沙灣景色是相當的美麗 那我們在7月完成之後 一陸續用部落客的方式來推廣這個步道 那這個步道非常的寧靜 然後因為尤其在東北颶風 這個銀後面它是在背後面 所以它在銀後面跟背後面這邊的景色非常不同 讓人家到的這些遊客都會感到非常的驚喜 說這裡怎麼這麼漂亮的一個池塘 那我們都把它稱為神秘湖 這條林山秘湖道總長大約有3公里 而入口處就在白沙灣停車場的旁邊 走上山頭經過湖畔 再到另一處的停車場出口 美麗的景色未來不僅在白沙灣可以進行水上活動 到了冬天想散散步也有非常適合的地點 記者廖平台許多安逸師們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